我和你 學會了 對對對 該不該再及時 該不該又回應 讓阿姨一步一步拋棄 我的心子的美麗忘記 他錯了另外一種故事 終於逃到了 謝謝一份操 謝謝一份操 看得好 好啦 那你的時間音樂完了 這就好了 好 來講一下 講一下幾次 沒有 就開始 沒事沒事 沒事的 家裡已經很大方了 OK的 後來送你兩盒素飲 OK的 那個 確實開始會有 會有那個感覺 因為老爺也 也給我看過那個 是 電腦合成的一個圖 然後也先給你看一個模擬圖 對 就是把我們的臉 和一個白色的頭 合成在一起 我還很好看 然後後來拿頭套試過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太見了 真的戴下去之後 真的太見了 真的太見了 OK 他有那個小的那種 那個那個帽子 對 然後 當然後來就慢慢就解少了 而且那個很辛苦 是 化妝師做起來都要很長時間 花很多時間化妝再卸妝 對不對 而且 那個斷頭髮會很多 因為頭髮那個 黑色色都沒有 損傷自己的頭髮 就是每天洗澡的時候 那個地溝那個 總會有一團頭髮 然後原來 還有一個比較變態的想法 就是 欸我說一直到戲拍完之後 每次那個頭髮都拿出來 集在一起 做得多小 然後過兩天之後 就覺得很變態 太變態 對 但真的掉很多的意思 對不對 殺了很多的頭髮 對 但是很值得 對 因為我這個 因為我是最放鬆的 是 因為就是來 中國第三部電影 然後我會覺得 把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交給我 然後 這麼多 前輩 然後還有 我喜歡的導演 東彩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狀態很放鬆 就一直去衝 一直去想陪東彈那樣 了解 其實鄧昌在中國 已經演過好多的電視劇 也得過很多的獎 當然這裡它第三部電影 你剛剛說你很放鬆 可是你面對的是 像冰冰這樣的影后 嘉玲姐這樣的影后 你都不會緊張嗎 可不可以談一談 跟冰冰啊 或者是跟嘉玲姐合作的感覺呢 沒有 就是我覺得 就像開始說 嘉玲姐一樣 他們都會帶 都會帶著 帶東西 對 就是會讓你們很放鬆 不管是 不管是戲裡還是戲碗 對 太棒了 而且導演也很 反正就很喜歡的 我們做狀態 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心情去孤導別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人 幾百人 在你棚裡面 或者在水裡面 就是一直想怎麼去做好 太棒了 整個團隊都非常的專業 也非常激野 去完成這部敵人節 那麼當然其實 在片中 每個人都沒有發揮 像這個畢竟要耍長編啊 但聽說這個靈感是來自導演 導演是會